开始了是吧 大家好我是老柯 2022年已经快过了半个月了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期视频发出去应该是已经过了半个月了 整个2020年和2021年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相信你也肯定有这种感觉对吧 我去年其实也做过一期关于预言的视频 但是在去年那一期视频里面 那一些预言一条都没有中 从八八万家到火星男孩 从KFK到关明会卡牌 所谓的这些预言一条都没有中 我记得那个关明会卡牌上面有那个东京奥运会会出现什么事故是吗 对啊是出事故了 延期一年 跟他八杆子打不着 对他说的好像是爆炸还是什么 对他说是那个什么国会什么百货场会爆炸 对对对 所以呢在2022年到来之际啊 我们再做一期预言视频 但是介于下一次视频的情况啊 我就得换个方式 我呢整理了全世界目前比较热门的这些预言家们啊 对2022年所做出的预测 然后集合罗列给大家 并以此视频为证 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回头来看这些预言家们 谁是胡邹 谁是真的预言家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出产的预言家 第一位要介绍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著名预言家 郑伯剑 他被誉为现代历史上预言命中最多的人 他用的预言武器是我们中国的奇门度甲 据说啊他在2020年和2021年的14个预言 兑现了13个 他曾经预言了2020年初的还灾 拜登上任 还有2021年的Delta和Omicron变种病毒 现在啊他在油管上频道有了10万的粉丝 第二位是来自英国的通灵预言家 克雷格·汉米尔顿·帕克 帕克是通过欧洲古老的占星术来预测未来的 他准确的预言据说是很多的 包括了2016年川普单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 他还成功地预测了2020年新冠病毒会全球大流行 虽然他预测对了很多东西 但是他也预测错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他曾经预测2021年夏天 航空公司会恢复正产 到2021年的秋天 随着欧美各国新冠疫苗接种率上升啊 边境限制也会放宽 这个呢就明显是马是前提了嘛 帕克的预言准确率我全部看了一遍 大概也就在五成左右 他在油管上的频道也将近有10万的粉丝了 第三位就是目前特别特别特别红的印度神童阿比亚阿南德 他所有的预言都是根据印度古老的沸陀占星术对天体运动的推演而得出的 他曾经准确的预言了 从新冠变种病毒爆发到2021年90月份的疫情情况 包括Delta、Omicron的出现 在六月份他根据沸陀占星术的预言 他预言了大部分的欧洲国家 美国、印度、日本会发生的大事 他预言不久之后 美国迈阿密就发生了大楼坍塌 日本近干就发生了泥石流 还有印度及尼泊尔地区就遭到了暴雨的袭击 到去年九月份就比较厉害了 他预言了虚拟货币十月底将会破纪录 结果比特币在十月十九日就创下了历史新高 斩破了六万六千美元 但是他还有不少的语言也非常有争议 有的也是错的 有的人觉得他也是马后炮 所以我看完他的视频 大概觉得他的准确率也差不多就五成左右 他目前在油管上的频道 大概有一百一十万的粉丝 现在是第四位要出产的预言家了 这个预言家就非常著名了 但是他在这四位总共要出产的预言家里面也是争议最大的 他就是四百年前的预言家诺查丹玛斯 他写了一本非常著名的预测书 《诸世记》 这本书就和我们中国的推背图啥的是一样的 用抽象隐晦的诗句来暗示人类未来将发生的事情了 也因为这种表达方式比较隐晦 所以完完只有那件事发生了之后 人们才会后知后学的觉得 诺查丹玛斯原来预测过这件事情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准确率就人者见人智者见智了 有的人觉得非常准 有的人就觉得这家伙完全是胡说 诸世记就是骗子 但是2021年开始 英国每日有新报 每日新报认为诺查丹玛斯是个非常伟大的预言家 在2021年1月1日的时候 他们重新试解了诺查丹玛斯的诸世记 他们认为诺查丹玛斯预测到 2021年人类将会发生的大事 应该对今年年头 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英国每日新报又对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进行了解释 待会我们慢慢来说 好 现在我们就介绍完了四位出产的预言家 以上几位除了若塔丹玛斯以外 其他都是因为这两年对疫情的预测爆火网络 那他们对2022年有啥预言呢 我们分几个部分来讲 首先是关于疫情的预测 马来西亚的郑伯健认为 新一波的疫情或许会出现大爆发 2022年1月份将是个关键的分水岭 好坏能量两极分化 如果疫情再次出现大爆发 那全世界在2022年上半年 将会陷入全面的泥潭里面 下半年才有可能出现好转 如果情况往好的方向发展 也就是说疫情没有出现大爆发 那么2022年2月份过后 疫情将大有可能出现缓和 但这个缓和并不是指消失 而是逐渐逐渐梯度的向下走 到2022年底呢 全人类才能够恢复比较正常 哈米尔顿帕克就没有很多关于疫情的预测 他只是说 人类在未来的几年里面 都会活在病毒的阴影之下 而神童阿比亚说的就具体一些了 他说2021年12月份以后 疫情将会更加的恶化 这一点好像是说对了对吧 他同时点名了 英国 美国 新加坡 以色列等国家 将会全面的面临极高的感染力 但是对于什么时候疫情会结束 他是没有做出准确预测的 疫情说完了 诺塔塔玛斯没有预测疫情 那么下一方面就是世界证据方面 郑伯剑认为 2022年全世界的领导者 都会被各种问题重重围困 并且还有的会堕入胸位 世界有很多的领导人还会遭遇到 比如说暗杀 事故 意外情况 大国间的版图争夺战将预演预烈 未来将会是战火延绵的时代 若没有强力的人团结各国 结盟施压 世界就会陷入战争的阴霾 这个战争直到2024年2月份 才能看到一丁点曙光 汉米尔帕克则有四个预言 都是关于领导的 第一个他认为在2022年年底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以身体健康为由下台 现任的副总统贺锦丽 就是那位特别反华的贺锦丽 将会做短期的临时总统 二则是2022年底 英国可能会失去他们的女王 而查尔斯丸子会被加冕成为查尔斯国王 第三个则是2022年将会有更多的政治丑闻被曝光 会有顶级的政客设案 第四个就是巴西将会发生政变 巴西总统将会被军队赶下台 再有就是诺阿达玛斯对2022年的预言 他这次预测 他说一位国际领导人将会遭到亲信暗杀 他死后呢 该国的整个制度及文化会因为他的死亡而改变 目前有不少人猜测 被暗杀的这个领导人 很有可能是北朝鲜的领导人 而神团阿比 阿比亚关于国际政治没有任何预测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对国际政治不感兴趣 在全球气候灾难的发表 四个人不约而同的做出了几乎相同的预测 郑伯坚认为2022年极端天气会席卷全球 而且极端天气会发生灾难级别的极端天气 神团阿比亚也说人类会遭遇到极端天气的袭击 哈米尔段帕克则预测的要具体的多了 他预测一种巨大的环虫可能会出现在美国 加拿大的一家石油公司的一条大管道可能会出现石油泄漏 俄罗斯会发生一场非常大的火灾 伦敦和巴黎会发生严重的水灾 其中还提到中国的水灾可能会比2021年还要严重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可怕了 想想看2021年是吧 河南那个水灾 然后诺查丹玛斯则预言 2022年全球气候会逐渐往反常的反向发展 不论是农作物还是畜牧业 都会因为这个气候反常而发生锐减 尤其是经济不好的国家 尤其会受到气候的影响 甚至会因为争夺生活资源 保证自己生计和周边的邻国发生冲突 所以说我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特别好 2020年的2019年的2020年的新年愿望 活着 2021年的新年愿望 然后把2020年的圈一下 活着 2022年新年愿望 继续活着 要求不高啊 以我们普通人最近的一个方面 就是社会与经济方面 他们其实也做了预测 郑伯健 虽然没有针对2022年的社会危机和战争 做出具体的预测 但是他说 2022年是三元九运中的第八运 更土的最后两年 世界马上就要进入第九运 离火运 刚好2022年是更土运的最后两年 以我们的时代呢 已经开始受到以离火为代表的第九运的影响 而离火代表什么呢 能源 科技 还有变革 在2024年之后 人类的能源 科技可能会出现大的变革 因为是变革 肯定是什么呢 先出现危机 然后才出现发展 对不对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在更土运的最后两年 也就是2022年 但是呢 已经开始受到离火运的影响了 已经开始出现危机的石头了 所以啊 2022年 就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经济起伏不定 极端天气 国际纷争 擦枪走火 社会乱局 等等等等 一切呢 都将彻底改变人类的文明进程 前不久 哈萨克斯坦开始的动乱 算是一部分的印证了他的说法 哈米尔顿帕克则预测 2022年会出现新一波的病毒 导致更多的非法移民 从墨西哥 巴拿马等地 越过边境来到美国 给美国带来更多的社会危机 同时他还强调 新一波的病毒 有可能不是新冠病 并且呢 2022年通货膨胀 将会这一年的经济主题 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赶到了 通货膨胀 帮助带来的信号情况 在经济的利益方面 脸书的Meta元宇宙业务 将彻底的失败 脸书谷歌 接下来都会遇到 严重的金融危机问题 脸书谷歌亚马逊 会从2022年开始 逐渐逐渐的退出市场 说谷歌亚马逊 将会被追究他们的避税问题 神通阿比亚 对经济也很关心 他说2021年底以后 人类恐怕会面对 能源危机 供应链危机 供应链中断 电力短缺 小规模的饥荒等等灾案 但是 现在全球经济情况 已经开始复苏了 到2022年4月前后 这种危机才会再次出现 全球将会在那一时刻 面临着一连串的巨变 世界经济真正的恢复和稳定的日子 恐怕要等到2023年4月份之后 诺查丹玛斯预言说 2022年国际关系会更加紧张 武装战争 人口大幅度流动 大饥荒都会接连发生 甚至许多难民会因此而遇难 全球经济也将陷入大萧条当中 通货膨胀指出连串新高 美元将会失去它全球货币的地位 解读者还认为 诺查丹玛斯预言在2022年 人工智能的技术将逐渐成熟 并开始取代人类的工作了 我说这个家伙肯定不生活在中国 因为他都不知道大数据啥时候是啥 以上呢其实就是我总结的几位预言大师 对2022年的预言了 我就在这以视频为证 到2022年底 看看他们到底准确率有多少 会不会像之前那样全面翻车 在这呢我也祝大家 2022年里面无钱不挠 有钱不交紫棋东来福运缭绕 好 这期节目就这样 谢谢大家